雲端上面的解答的話 你各位可以到那個 就是那個Python證照裡面就找 那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將來考試的環境是用哪一個 其實將來考試的環境是用這一個 叫Spider3 那其實長的跟那個我們Eucalypse有點像 也是圖形化介面 只是說它是屬於比較陽春的圖形化介面 的一個編輯器 第一個它沒有辦法管理專案 它也沒有說可以一直開嗎 它是一個檔案就是開一個檔而已 那你存檔有點像是比較 比記事本還要好一點的編輯器 因為記事本可不可以寫Python可以 但問題記事本裡面沒有顏色 對不對 然後你要Compire變成你要去執行RUN的話 你要自己去下指令 非常麻煩 那考試的話就是用Spider 那你考試的話就開啟 就是這邊有沒有開啟舊檔 然後你就找到它將來會放的目錄 將來放的目錄就放在C碟底下的這個CSF.ANS 然後它比如說假設你是考 基本的程式設計的話就五題 然後如果你考進階的話就是六到九也會有 那你就是哪一題你就把它打開 它的題目好像是什麼Py 我看它題本有沒有 題本裡面會有敘述嘛 它這邊有 它會把檔案放在哪裡呢 放在根目叫Pyd Pyd 第一類的話就01啦 第二類的話呢 那就是02一種類推 總共有五類的話就五加 你將來如果存檔的話 就要把它存成PyA 把D存成A存檔 它再按一下它有一個線上評分系統 直接按評分 馬上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有沒有得分了 OK 如果假設你達到70分的話 其實你就通過了 大概是這樣流程 OK 好 那考試打開執行 執行的話就run它 其實大概大體上都差不多 其他的話在將來 我接下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108這一題 108這一題 我們剛剛有個地方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轉型部分 除了說用這樣串之外 其實print還有一個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按豆點 就是說呢 我假設我們換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我將來要輸出的是像這樣子的結果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我把這邊delete掉 重來一遍好了 print一樣 像那個 Eclipse很方便 打個P會有print有沒有 而且還蠻喜歡這個功能 但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Spider的話 它就不會有這個提示 你要自己打print OK 就差別在這裡 有些提示 在Eclipse裡面有 但是在Spider裡面沒有 因為我覺得提示部分的話 Eclipse還是提示的比較完善一點 OK 這一點大概不一樣 不過我就把它打算 再來也許有機會的話 也許可以自己在Spider裡面再打打看 OK 好 那print什麼呢 特別注意 如果要print這個結果的話 你可以發現 我們可以這樣看 前面刮斧 所以先輸出一個字串 千刮斧 然後後面的話 當然是串接對不對 如果將來你print不要串接 另外一個方法按豆點 豆點什麼意思呢 就是直接輸出第二個參數 那第二個參數是什麼 第二個參數就是 這個X1 意思就是把這個2放到這裡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將來輸出這樣的方式 就不用轉型了 直接輸出就可以了 OK 但是會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呢 將來的這個豆點的地方 它會幫你多輸出一個空白 也就是說輸出的話 它就變成前刮斧了嘛 這個前刮斧 然後第二個參數中間會自動幫你加一個空白 那就剛剛好跟這個題目要的結果一樣 如果當然 將來如果它考試沒有空白的話 你就不能用豆點 你就只能用剛剛那個方法 這應該可以理解吧 後面的話再來什麼 再來就是再加一個豆點 第二個要串什麼 再串一個豆點 這個豆點 這個豆點的話就是一個雙贏 一個這樣子雙贏號 所以先得到一個錢瓜斧 然後再加把那個低一點的位置 然後X部分放過來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 再一個豆點的話 你會發現加一個豆點 因為前面 第二個參數前面也會自動幫你加空白 所以OK這樣沒問題 再豆點 再一個什麼呢 再放什麼 X1然後再放Y1 那再豆點 豆點之後的話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後瓜盒 好這樣寫也OK 寫出來結果跟剛剛的事也是一模一樣的 至於哪一種方法 看起來這個方法是比較短 OK 不過考試兩個方法都可以 就看你自己哪一個習慣 來千萬注意一下 我還是建議用這個方法比較短一點 OK 寫完之後一樣 如果你要把下面改成跟剛剛一樣的話 有個聰明的辦法 Ctrl-C Ctrl-V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2 這邊改成2 這樣結果的話應該就會一模一樣的 那接下來一樣 我們就再來做一下測試 因為最關鍵的地方 還是你要測試結果 要跟那個提本要一模一樣 就表示說你是正確的 所以執行眼線微頻 所以2 Enter 1 Enter 5.5 Enter 8 Enter下去 如果看到結果是他要的 看一下有沒有 空白有 這邊都有空白 OK 那沒問題 他這邊都要空白 那表示這樣的結果 沒有問題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將來你至於要用逗點好 還是用轉型好 都看個人習慣 不過以這邊來看 好像逗點的方式 似乎比較減 因為主要就不用再轉型 那麻煩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請各位再試試看 那至於這個程式 如果你擔心說你這樣做的時候會 不知道對還是錯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答案部分 是解答程式碼 我是把它放在第六頁的地方 就剛剛這一段 就剛剛這一段 OK 再把它用 算 這樣 這邊有mark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也就是說將來 你要串資料的話 在print 中間可以加逗點 他就會幫你把資料串 這個時候的好處 就不用轉型了 也就是說你放不同型態 他也會 逐一個幫你輸出 但是中間會自動幫你加空白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的注意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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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